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辩生的兹主人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辩生的要点 编证药里面 第一个要编识和正须 第二个要分清 病理因素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 什么是病理因素 它和我们讲的病因素 有什么不同 那么要通的辩证 要分清病理因素 这要分清 含诗 以及淤血 甚虚的 具体来讲 如果腰痛 酸脏 众族的 我们称之文 我们认为是 诗血 诗血 我们讲这件事 廉字的 残念 难以续续 表现 酸脏 众族 感觉 那么诗血 还分有 寒诗 诗日的不同 分有寒日 如果 患者感觉 能感 寒冷感 得日之疏 那么是属于什么 寒诗 如果 腰痛 灼热感 那么是属于什么 诗 如果腰痛 如拽如刺 难以转车 动辄 通俱 甚至 夜间假居的 这是属于什么 病理因素 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 淤血 淤血腰痛 如果是腰痛 酸软无力 脑内是加重的 那是属于什么 属于 肾虚 肾虚 所以这腰痛 第二点 还要辨别 病理因素的不同 要区分 寒诗 时日 淤血 以及 肾虚 肾虚痛 肾虚 这是我们讲的 变成要点 第二点 治疗要点 第二点 治疗要点 那么 药痛的治疗 首先 根据变成的要点 一致 要分清标本趋势 标本趋势 邪诗的应该什么 虚邪通诺 那么根据 感邪的不同 寒诗应当以温化 诗应当以清理 淤血应当什么 活血 化淤之 正虚 主要是表情为 慎虚应该是 慎一经 不慎一经 具体的又可以分为 温阳一气 自阴阳血 根据阳虚 阴虚的不同 才有温阳一气 或自阴阳血的方法 来治疗 那么如果 叙事夹章 应当怎么 须必阻刺 健库 用药 健库 用药 那么除了 药痛的治疗 要分清 标本叙事以外 还要注意什么 补胜 补本 还要注意 补胜 补本 那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药痛的治疗 一定要注意 补胜 固本 那么我们教训 参考资料 98页 就有这样一个温大体 大家一起 来 来 98页 第四三期 诗诗体 诗诗诗诗 如何掌握 药痛的变治原则 为什么要 控制 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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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药痛的变症 首先要变 变致虚实 具体的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那么治疗 要根据邪诗 邪诗的不同 标本 缓迹 邪证 虚实的不同 分别阻力 邪诗者以虚邪通路为止 骗于寒诗者 应该温化 骗于诗者 应当清理 兼有欲学者 应当会学化欲 正须的 应当 古圣 已经 本须标诗 应当 分清主持 建国用药 同时 腰痛 无论虚实 都应 补胜 白本 因为 肾虚 是腰痛的 自病之本 风寒 诗 等外血的日清 往往是在 肾虚的基础上 发生的 所以 治疗腰痛 要注意 重视 补胜 白本的原理 这就是 我们讲的 治疗要点 第二 为什么 治疗腰痛 不要读书 是 副本 不是副本 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 政治分类 那么政治分类 第一个 还是有 公正 大家把书翻到 四百五十六亿 政治分类 第一个 韩式腰痛 我们请来看书 我们请来看书 那么我们讲解的时候 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 再进行讲解 首先 我们要看 症状 那么 症状又分有 左症 监政 监政 事态 魅相 第二个 要讲 自 还有 代表方 临床 这几方面 讲解 那么症状 就是 这个病症的 主要临床表现 它主要方法 主症 兼有症状 事态魅相 他们 讲出一个 疾病的 病症 为一个阵型 它的症状 或者临床表现 的时候 不要忘了 要讲这三块 主要症状是什么 伴随的症状 兼有症状是什么 以及 事态魅相 尤其事态魅相 不要忘了 然后 根据病基 主要采用了一个 什么样的治法 采用什么治法 用什么代表方 进行加减 临床 临床上 我们要注意什么 讲一些 临床的一些知识 临床的知识 那么我们看 韩世药痛症 韩世药痛症 它的主症 主症 是什么 主症很简单 就是什么 药痛 那么药痛 它是什么 冷痛 重作 转车 不利 转车 不利 兼有 韩世症的表现 韩世症 逐渐加重 经过 病痛 不减 寒冷 或者阴雨天 这加重 寒冷 或者阴雨天 这加重 这是什么 寒世药痛的特点 寒世药痛特点 是胎外相 是这淡 胎肥力 呃 内相 陈词 呃 内相陈词 而款 自法 善寒 自法善寒厨师 温精通路 善寒厨师 温精通路 代表方用 什么 干浆明珠汤 干浆明珠汤 那么干浆明珠汤 是什么 经规里面 我们刚才在研究里面提到的 啊 经规里面 啊 记者治疗 药重的是什么 圣族啊 圣族啊 用什么 干浆明珠汤 煮制 干浆明珠汤 那么干浆明珠汤 属于禁规的方式 啊 有温中散寒 化石的作用 用治疗 寒世 啊 必煮精魅 腰激疼 啊 腰激疼 那么 你也问一个同学 干浆明珠汤 主要有拿西娇慕所组成啊 主要有拿西娇慕所组成啊 干浆明珠汤 主要有拿西娇慕所组成啊 你讲什么 干浆明珠汤 干浆 干浆明珠 白屠 贵枝 汤 籍 獨活 游蜜蜜蜜蜜蜜 好 请坐 我们书后面都有这些 这个 这个表 这个表也很不用 大家尝一下 第四百九十三亿 中上部分 干浆明珠汤 甚至关 精卫高峻的方式 主要有拿西娇慕呢 干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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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灵 白屠 很简单 就是方明 干浆 干浆 不灵 白屠 能够看的时候 眼里闭起来就知道 很简单 干浆 干浆 不灵 不灵 白屠 要知道 它的远方 就是四位 要 那么 长腰 我们可以用干浆 加上贵生 干浆 干浆 流心 起到温精善 通螺子座 不灵 白屠 健脾 甚至 度重 上席生 虚断 否胜 撞腰 否胜 加点部分 自己看一看 加点部分 一起看 那么 如果 年老体弱 久病 归育 肝肾虚 吸血 亏虚 兼油 腰气酸软无力 脉相沉弱 表现为 腰气酸软无力 脉相沉弱 等这些症状的时候 可以用多喝鸡生汤 加负质 多喝鸡生汤 加负质 多喝鸡生汤 大家吃过吧 多喝鸡生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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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治疗避震 治疗腰痛的一个 厂有五方子 不胜 那么多喝鸡生汤 方济 有没有虚过 虚过的团 我们请一个同学背一下 请同学背一下 哪个队位 litres淘事 多喝鸡生 化鸡生 各喝鸡生 然后我必须能选 好 有个鸡身汤 我们只有会备 每个人都有会 只用于什么 腰痛 肝生虚蠢 吸取汇虚 煎油 腰气酸软无力 每场沉重的观众 我们要选用 有个鸡身汤 如果你想加强它的 温阳散寒的作用 可以加上肤脂 肤脂是温阳 使用比较强 加上肤脂 凝常体会 凝时腰痛 常见于腰部的极纤维炎 两个肾腰痛 腰部振动 会见于风湿痛 或者是肌肉震态凝裂 那么凝时腰痛 这种表现为腰肌肌纤维炎 去做的肌肉韧带 变 那么大多愈后良好 容易缓解 大多愈后良好 容易缓解 临床上如果含血偏重 含血偏重 我们常常加一些温寒的 这个善寒的一些药物 那么比较厉害的可以用腹片 肢穿草物 腹子 肢穿草物 弱一点的可以用贵脂肝浆细心 那么在使用腹子和肢穿草物的时候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要注意这些药物的多负作用 以及它的使用有办法 如果射血比较重的 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去蚀的药物 例如常用的防空 多喝 防脊 蚁人 磨瓜 仓珠 等等的去蚀的药物 另外对于含血药痛 我们还可以综合治疗 例如配合什么 我们是针灸专业的 还可以配合针灸 针刺 或者用温灸法 用温灸法 尤其用一些我们讲的 针和灸一起使用 还有八口万 居部的日腹 日腹 还有外用一些膏药 外用一些膏药 等等 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阵性 含血药痛症 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 施药痛症 施药痛症 那么施药痛症 它的主症 还是表现为什么 腰痛症痛 但是呢 它的痰痛的特点是什么 中毒 还有着弱感 中毒还有着弱感 兼有施症的表现 多于属失因人天气 而症状加重 互动后可以减轻 身体困动 小便 短测 小便 短测 施太魅相 太皇历 魅相 如素 或者玄术 那么魅相 如素 如昧 如昧 我们前面 也学习过 再问问中学 如昧 它的特点是什么 如昧的特点是什么 如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 魅如 它的 魅相 这准确的 准确的 你一句话 这个是 我们福尔系软 果中利落 不认中安 安之则无 卖威浅 卖情细 卖若无意 主虚 主实 好 请做 美 福尔是什么 柔性 柔性 你能够 不好意思 是 这如昧 是叫 10 所以说 魅相 可以出现 如素 在悬 会 的 独 午魅 是 自法 今日 逆 Torres 宿静 死痛 心 效 代表方用什么 寺庙丸加位 寺庙丸加位 寺庙丸乃至于陈芳汴渡 陈芳汴渡 有清理诗 苏静痛度的作用 强装腰削的作用 用于诗人用多 静脉不唱 腰削腾 那么寺庙丸又拿消毒 拿四种药物 寺庙丸 最简单的一个药物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寺庙丸 寺庙丸 寺庙丸拿四位药物 寺庙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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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临床上 我们可以加上五瓜 六四盆 素筋 通过脂肪 临床加减 仔细看一看 临床体背 临床体背 湿腰痛 两次腰痛的 常见于什么 肾与肾炎 肾济湿 肌腺为炎 肾州的囊中 肾州的龙肿 等等 如果是药部正宗痰痛的 多见于什么 多过神经痛 肌肉韧带的病变 那么如果是肾与肾炎 我们临床上治疗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是肾脊师 要注意 除了可以用一些亲日立食的一些药物以外 可以加用什么 龙胆吸干汤 八分散 等等 如果有肌湿 可以加上一些排湿的药物 那哪一些有排湿作用的中药呢 会加上金钱草 谷布粉 肌内精 海金沙 海金沙 化湿 等这些排湿的药物 如果腰痛比较举力的 我们还可以加上 当归 赤白朝 维鹤 日科 等这些 行气和弱之中的这些药物 行气和弱 如果是密调气气势 出现了脚痛 腰部的脚痛 甚至是肾脚痛的 我们还可以什么 用什么 针灸 针持 圣术 三阴交 阴灵拳 电针 用电针强刺激起到止痛 止痛的效果比较好 那么我们在急诊口的时候 用了一些 遇到一些密调气势 甚至 生气式的患者 患者疼痛比较举力 有的用了六四二以后 疼痛都不能够缓解 我们往往就给他针灸 针持 强刺激 甚至跌刺激 病人疼痛 马上缓解 缓解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他的疼痛 塑脏痙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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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疼痛会慢慢下痙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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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痙 这疼痛是因为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能够用针灸 能够起到很可能的疾痛的效果 能够解散关击的症状 解散关击的症状 所以说即正的时刻 我的时刻也会使用一些真实治疗的方法 即正的疼痛的疾病 第三个我们看一下 瘀血有什么痛 瘀血有什么 那么瘀血腰痛它的矩症 腰痛表现为刺痛 痛有病处 痛处是续暗 甚至日夜如胜 夜间加重 兼有日清夜重 庆则抚养不便 重则不能转车 事开外相 事则是满 暗子有日班日顶 寐向细施 寐向细施 这指按实际上也是瘀血的特点 瘀半瘀点 也是表现这么瘀血 寐向施 石瘀 寐也是血瘀症状 血瘀症状 治法 治法是活血化瘀 痛落止痛 代表方用 生痛 毒瘀痰 生痛毒瘀痰 是 一零改错的方式 还有抵当痰 抵当痰 具有活血通落止痛的作用 是用药部的外伤 瘀血 阻止药部 而引起的疼痛 疼痛是表现的刺痛 刺痛这点的 那么长腰 长腰 当归 穿凶 桃人红花 自从 活血化瘀 疏痛进落 相腹 乳相 卖药 零子 地浓 行其活血 通落止痛 趋于消肿 流血 引药下行 强壮腰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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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常加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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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鱼血明显 日夜游胜 痰痛 比较剧烈的 这些患者 我们在用 护士话语药物的同时 还会加上其中 宠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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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一定的止痛 所以 具有一定的止痛 效果 还是比较好 比较好 我们称之为 收风气漏 通落止痛 通落止痛 他们常用的 有拿一些 那个拳蝎 毒公 炮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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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什么 通落止痛的 不要 通落止痛的 不要 通落止痛的 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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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许腰痛 主要表现两次肾虚疼痛 那么对于肾虚的 两次肾虚的 都表现为 静慢性的腰气脑爽 静慢性脑爽 那么 常常有低波损伤 负重 体位不正常的 这些原因 如果正中不为疼痛的 多见于一些 强制性肌虚疚炎 退行性虎 突然肌炎 肌肉韧带冰变 肌肉韧带冰变 正中不为疼痛 强制性肌虚疚炎 大家可能有所了解 是浩发一个轻壮脸的表现 肌虚的僵硬 甚至这些肚肌痒改变的 这样一个病症 强制性肌虚疚炎 他的疼痛的特点 主要是 腰部正中的肌痒痛 表现肌虚的痒痛 他会出现颈椎 胸椎 腰椎 腰椎的肌痒痛 强制 退行性的骨关键 这是老年人最常见的 腰椎蜕变 五六十岁 腰疼了 还一个片子 你看 腰椎的骨质增生 他就是一个什么 腰椎的退行性点变 退行点变 还有 肌肌肉韧带的肌痒 扭伤 肌肉韧带 小关键混乱 等等 都会表现为 正中的肌痒痛 正中的肌痒痛 那么这些药痛 肌肉与血腰痛 可以 还有说针灸 膏药 外用一些药物 外用一些 例如强制性肌炎的患者 我们也 可以用 薰针 用这个 薰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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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外用一些 红花油啊 这些药物 这些药物 外用 还可以进行医疗 医疗 还可以用一些咎法 我们讲就是 独媚揪 在独媚群形的部位 用什么 揪法 独媚揪 多种方法 我们的意思吗 忠和治疗 忠和治疗 这是我们讲的 淤血腰痛 淤血腰痛 第四个 肾虚药痛症 肾虚药痛症 那么肾虚药痛症 它的特点肯定是什么 表现以肾虚为主 腰部疼痛症 隐隐疼痛症 隐隐疼痛 隐隐不痛 那么根据肾虚 偏阴 阴虚和阳虚的不同 那阳虚不痛 如果 酸软无力 柴绵不育 心烦少媚 口罩烟干 面色 嘲红 手之心热 这是属于什么 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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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虚表现 酸软不育 柴绵不育 心烦少媚 口罩烟干 面色嘲红 手之心准 同时 事态外相也是表现 阴虚的表现 阴虚表现 是红炒胎 魅玄气素 魅玄气素 知法应当 魅玄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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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痛灭 魅心烦热的官邦 魅心烦热的官邦 长邀 长邀 我们看这里有很多什么 知魅圣医的邀屋 常见的内容 神书帝皇 枸杞 山肉 山药 龟板 龟板交 吐司 子路角交流行 温圣 壮阳 阳中求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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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常加减 我们自己看一看 圣阳虚症 表现呢 主症还是妖呼隐隐不痛 妖呼隐隐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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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有阳虚的表现 酸软无力 缠绵不欲 巨部发凉 喜温喜岸 欲劳更胜 卧质减轻 常常伴呼发凉 少呼聚集 面色广北 滋冷未寒 那么这主要是表现什么 阳虚的症状 你看 酸 酸软无力 巨部是发凉的 喜温喜岸的 喜温喜岸的 少呼聚集 面色广北 滋冷未寒 表现是 阳虚的表现 虚太魅相 十字淡 魅相 尘细无力 之法 补肾壮阳 温虚精魅 代表方用 幽归晚加减 锦鱼全书的方法 补肾壮阳 温阳 令门之火 适用于肾阳不痛 精魅适于如一样 腰痛绵绵 聚聚知能 聚聚知能 整个忧 尝妖 温阳古圣的 肉贵 父子 多角交 度动 兔士子 正本尤其用了 父子肉贵 温阳所用比较强 强装妖军 知音一圣的 用肅帝山药 三与肉 头气子 知音一圣 祈祷 因终求养 因终求养 所以说 如果是阳虚的 幼规完 阴中求阳 如果阴虚的应该用阳规完 阳中求阴 所以不管是阳规还是幼规 只是自阴和温阳的侧重的部分 都是肯胜的过时 自阴 承重不同 阴中求阳 阳中求阴 阴阳护根 临床加减 自己看一看 如果没有明显阴阳偏胜 可以服用青螺丸 清螺丸 补肾 治疗要控 防导厚度 肾虚要控 可以驾驭一起去热有勤之瓶 例如 河车大灶丸 补随丹 可以用一些什么 指河车 这些 去热有勤之瓶 隐藏起飞 隐藏起飞 第一个 肾虚要痛 两肾要痛都建于慢性的腰肌脑准 慢性肾严 肾与肾严 肾下垂等等 正中部位疼痛会建于 推行性的五官之病 强制性肌肉运动的一些慢性病变 第二个 肾虚要痛常常配合 五一三肾 强壮精肤的腰股 例如我们常用一些 上气身 虚断 游息 度重 补睡补 如果伴有气虚不足的 可以加上 肾虎 灰胸 少药等等 一气两虚 灰虚 一气两虚 灰虚 如果肾虚 腰痛 因感觉而加重 常常用什么 都会寄生汤加脚 都会寄生汤 刚才我们已经复习过了 那么 都会寄生汤是质量腰痛正邪兼 坚固的一个常用方式 您常常可以做起随机加脚 随机加脚 这时候我们讲在 肾虚 腰痛 那么 腰痛的编程 政治分类 主要分四个阵型 第一个阵型是 韩式腰痛做方 由甘酱做方 甚至圣做汤 精微的方式做方式 第二个是 十日腰痛症 主要用寺庙丸加脚 寺庙丸加脚 如果是什么 淤血腰痛 淤血腰痛 多用什么 生酥醉汤和鸡汤汤 圣虚腰痛症 更具阴虚 阳虚不同 分别采用什么 左肺腰和右肺腰 右肺腰 那么 这几个阵型在灵堂上 我们会发现 这几个阵型 常见阵型之间 会发生一些病气的转变 自己转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腰痛各个常见阵型之间 它的病理变化 其相互关系 相互关系 那么 教学参考资料 98页也有这个混账题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四肺腰痛各个常见阵型之间的病气变化 其相互关系 相互关系 腰痛各个常见阵型之间 可以出现互相的演变 与什么 转化 施症的腰痛千言不愈 斜流伤肾 可以由施转虚 寒施 施日 淤血之腰痛 日久可以转化到一种肾虚腰痛 其中寒施 一什么 顺伤甚至阳气 施日一耗伤 甚至阴晶 居血 会导致生的精气受损 那么 虚症药痛 在肾虚的基础上 由于感邪的加重 而出现什么 本虚标识的 阻障症候 尤其以肾阳不足 每一导致寒邪日庆祝 另外 寒施久于可以化日 寒施 邪逼日久 尽寒不利 还可以出现 淤血内停 淤血内停 所以说 妖动这几个阵型之间 是可以互相转化 是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临朝上 可以出现 这些阵型的同时出现 甚至发生转化了 后一段时间发生转化了 这里面 如何进行 冰激变化 相互关系 我们都已经讲到 这也是一个 妖痛这一章 觉得 两点重点 大家有知道 那么最后还有 灵症备用 灵症备用 大家一起发出 灵症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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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主要是讲的 灵症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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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刚才 讲的 政治分识里面 灵症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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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症用 stabil症备用 为什么呢? 另外,既并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选用的一些药物,它的用量也有区别。 初发的激性期,我们常常选用一些温通雪媚的阳血活血的药物, 例如当归、穿胸,并且相当缓解期,可以加重科学化语药物的剂量和作用。 药通日久,反复发出的,可以选用大激性的药物,受负贴露的药物,我们常用一些从内药物。 这从水智、蜂蜂、全息、蜈蚣、甚至炮山讲成一些动物类的药物,舌类的药物,等等。 这是什么?药通在临床上的药物。 三亿运用火血化的药物来进行治疗,药通的不同的症状。 第二个,药通要重视原发疾病的治疗。 我们在讨论范围里面也讲了,药通可以建立于现代医学里面的多种疾病。 那么药通的病因还是非常之多,有感受外血、内肠、外肠,都可以有些。 也有内脏疾病,也可以有肢体经络疾病,肢体经络疾病。 那么药通与许多疾病相关,临床上既要根据病因进行辩证治疗, 还要针对疾病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我们又称之为辩病治疗,要辩证与辩病相结合。 例如,灭掉系统的感染,相当于我们讲的失日药痛, 肾脏即失引起的药痛,都可以参照凌症、肥肿、病症进行治疗。 肝脏性疾病,复扣甚至系统疾病,也可以累积到腰痛而引起疼痛的。 治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考虑原发疾病进行治疗。 去记什么,腰痛之腰,以免延误病情。 那么曾经有一个患者,大概五十岁左右,就是因为腰痛,到处看。 那,看了很长时间,要两三天,要痛痛。 后来有一次,到我这边,来看了一首,给他拍了一个片,常规的。 那,发现其他股上面,有一个虫是样的什么,破坏。 那么在对问病死,这个病人,常常有什么,肺部。 这个咳嗦肤病,炎症,所以他经常挂一些抗生肤,肺炎。 挂了几天以后就能好转,咳嗦也能好转,但是始终就是说, 经常会有一些咳嗦,没有完全之一。 那么,出现腰痛,而且这几点都是存在的。 而且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加重。 那么,出现一些骨,这骨头的同是样的改变了。 那么我们,出现了考虑自己的宗族的骨短性。 那么就是,虽然是腰痛呢,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肺炎的环境。 第三个,就是叫林郑要强调中国治疗。 根据病行,选用切拿部位、推拿、针灸、挂灌、治疗、虚伪注射等一些腰痛。 或者是中药离子导致等这些方法。 有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寒食肾虚预血腰痛,可以在内部腰部的基础上。 还有,晕发治疗。 例如,可以用一些日腹的方法治疗,日腹的方法治疗。 可以用一些安慰膏外用,提高治疗的效果。 这是我们讲的,腰痛的主要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一起来概观一下。 那么,腰痛我们讲的概念,什么是腰痛? 腰痛就是腰肌痛。 是由于外感、内伤、散痛等导致腰部继续运行不畅。 那么,胜于乳养,引起腰部的一侧或者两侧。 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自己的病症,甚至为腰痛。 最早在内经当中,就有关于什么?腰痛的记载。 腰痛的记载。 并且体克了,胜于腰部疾病的与其关系。 那么,在经贵腰律里面, 上中间记载于肝浆瘡,也治疗什么?腰痛。 讨论范围,那么腰痛相当于现代医学里面的多种的疾病。 包括巨部的强制性脊柔,腰椎蜕变, 腰椎疾病,腰椎疾病,腰椎疾病, 那些疾病。肾瘾剩严啊,肾肌疾啊,肾下垂啊, 面料吸气疾病。 以及外口腹部疾病是引起的, 表现为这奥部疼痛, 会就证证可能会症状这些疾病。 那么,可以参照本篇内容进行辨论认证。 病因病激部分。病因,主要是两个认识。 一个是什么?外感还有内伤。 外感,外血清洗,以湿血为图, 分 Tip 3 行湿,湿。 另外还有 瘀血腰痛 地不散出 外上就一致瘀血腰痛 另外还有就是 年老久病 胜血就一致 病肌部分 主要讲到病位 那么腰痛病位主要是在肾 瘀 病位主要是在腰 瘀 坐太阳 坐哨音 韧美 坐美 待美的关系 密切 基本病肌 主要是 筋脉壁 腰 施痒 外感腰痛 主要发病肌 主要是 外邪 壁 阻 继续 气血运行不差 内伤腰痛 主要是肾虚 适于如痒 不容之痛 尤其腰痛 病理性质可以分为 虚施两个方面 一般以虚症为多 或者本虚飙升 病理转变 寒时 时日之间 瘀血之间 以及圣经亏虚之间 都可以发生转化肩降 转化肩降 另外还讲了 诊查要点 诊断依据 病症肩病 尤其病症肩病 讲了腰痛 不同的腰痛 它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 由哪些病症进行间谨 辩证认字部分 讲了辩证要点 辩证要点 辩证要点 主要是辩 虚施 写识 正虚 它要变成 病理因素的不同 病理因素的不同 治疗原则 根据邪证 虚施不同 标本 缓这个不同 分闭处理 邪识应当续邪通落 正虚应该是股胜一经 要股胜一经 股胜一经 同时还要注意腰痛 要注意股胜副本 正知分类内容 主要分的这几个阵型 主要是四个阵型 四个阵型 寒试药痛 用肝酱饮酥汤 驾减治疗 痴药痛 用饲料丸丸丸丸与 寒试药痛 用肾酱饮酸丸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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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